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员看中国 我是善语 9月24日晚上 湖北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已遭遇无人机干扰 导致多趟航班延误被降 据网民上传的YRH机场航线显示 当晚20时10分的航班仍然正常降落 但计划22时以后抵达的航班都处于被降状态 此外计划于23时55分 登机的航班直到25日凌晨20多才登机结束 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工作人员25日上午回应媒体 24日晚基于公共的安全原因 从当晚90多开始航班进入不正常状态 有部分后续没有保障晚辈的航班被取消 也有航班出现延误被降等情况 到深夜临时恢复正常 对于不正常的原因 宜昌市公安局三峡机场分局回应说 有无人机在飞 网友们不淡定了 这又来了 又是无人机 怎么回事 天津的还没个结果 现在又搞到了湖北 如果说9月11日天津滨海机场航班大规模延误 导致3000余名的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官方给出的答案是受无人机的影响 还有人相信 那么9月24日晚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航班延误 官方给出的答案仍然是受无人机干扰 就明显有敷衍的意思了 网友至于说什么样的无人机竟敢一次次飞进被严密管控的机场上空 机场区域无人机是无法起飞的 都设立了近飞区 还怎么飞进去 不是鸟都飞不进来吗 我家就在三峡机场的近飞区内 我的无人机根本不能起飞 买的无人机在飞机场的几十公里外就不能起飞了 他难道这是自己做的 要真是无人机早反之下来了 要知道三峡机场距离三峡大坝只有53公里 属于三峡大坝的防御范围 而三峡大坝及周边是中共重工防御的重地 我们先来看看三峡大坝的戒备到底有多森严 三峡大坝的防御系统分为两个方面的 一是军警三峡大坝全域内的所有陆地上 都有专门的警察来巡逻和看守的 二是军队 三峡大坝无论是水上还是水下 都是驻扎着包括潜水兵在内的特殊兵种的 三峡大坝的陆水空三个领域都有着明确的警戒区 而警戒区内24小时都有军队待命 可以说闲杂人等根本不能靠近半步 除了人力之外 三峡大坝还部署着雷达监控系统 这个监控系统是与军方互联的 只要被系统监测到了 别说无人机就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过 不仅如此 三峡大坝周围还有各种型号的防空导弹 拦截导弹以及各种战斗机机场 用来保护三峡大坝的安全 对于无人机当局更是严格限制 宜昌的无人机禁飞规定显示 哪怕是在宜昌室内 也要在当地进行计划申报 取得相关飞行资格 而且三峡大坝方圆20公里内 以及整个市里的安全管控区 取得资格也是绝对不允许飞行的 甚至在三峡大坝开放区域内拍照都不可以 据中国媒体报道 2019年3月驻扎在三峡大坝的军队 在雷达上发现了一段无人机的脉冲信号 军队和警方立即出动 15分钟后就找到了这个无人机的操控者 原来是一名澳大利亚来三峡大坝旅行的游客 用无人机拍摄了20多分钟的三峡景色 其中包括了很多明确禁止拍摄的严密区域画面 最终这些视频和照片被要求删除 作为中国三大禁地之一的三峡大坝 到底有何秘密需要投入如此的军力及装备守护 外人不得而知 但令人不解的是 在三峡大坝防御圈内的三峡机场 不仅有严密的保护 还有机场独立的无人机禁飞规定 无人机又是如何能够进入机场上空 并影响到整个机场飞机起飞降落的呢 而且与天津机场出现的无人机一样 当局对此竟然束手无策 只能被迫令众多的飞机给无人机让到 尤其是天津机场一个小小的无人机 在机场闹腾了两天 最后自己走了 一切才恢复正常 网友说什么人的无人机如此牛 只怕不是人类的吧 其实近日湖北地界出现多起疑似不明飞行物被民众拍到 2024年9月22日 多名网友上传视频至抖音 称当日中午12时48分 在湖北武汉的天空发现疑似UFO的物体 从视频中看到蓝色的天空上出现的白色飞行物 时而出现时而消失 旁边还可以清楚看到飞机在飞 下面跟帖的网友纷纷晒出自己拍到的奇怪物体 有湖北菜店网友也在当天夜晚拍到天空中挂着一个很亮的圆形物体 一动不动挂在天空 湖北天门网友说 他们那里也看到了 9月25日网友们再次在武汉拍到了不明飞行物 网友说9月25日零时36分 这一次出现的疑似UFO非常大 还会变化 不停的变大变小 绝对不是无人机 有网友说 这个和天津机场那个一模一样 另一位网友说 三天前在武汉江夏大花岭 看见一大一小的两个飞行物闪着光 飞行轨迹会直线掉头 太奇怪了 2024年9月21日晚 20时到21时40分 网友在湖北武汉发现天空的飞行物成三角形 异形分体合体型 疑似UFO出现 附近看到有无人机在追拍 而天津机场的事刚过没几天 9月20日 多名网友再次在天津拍到了不明飞行物 拍摄者说 又来一次 不知道这一次政府怎么圆 大半夜穹顶都露出来了 还再加个飞行器 天津网友贴出多张图片 在9月20日夜里12点左右拍到的奇异天象和不明飞行物 有就有 为什么要去隐瞒 别人又不是傻子 没啥恐慌的 懂的都懂 不过也有网友说 看网上评论都知道 绝大部分人接受不了超出常识以外的认知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相信 影响天津海滨机场和宜昌三峡机场航班的真实无人机 近日9月 中国的天空非常热闹非凡 各种不明飞行物扎堆出现 引发中国网民的讨论和猜测 有人说是外星人在窥探中国 也有人说是中国在进行一场大的战略部署 还有人说是美国的无人机飞行器在中国领空探测 9月8日 福建网友拍到天空中有一个三角形的飞行器 看到天上有个不明飞行物特别大 我不知道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就是在这个地方一动不动下一个导弹形状的东西 有人回答说是UFO 也有人说是飞机无人机风筝 还有人脑洞大开 说是美国的新型飞机TR-3B 也有人说是中国的轰二十在夜市 TR-3B船是美国军方制造的反重力飞行器 被认为是人类自行制造的UFO 围绕着驾驶舱的是一种被称为磁场中断器的等离子加速环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磁场中断器可产生一个磁悬窝场 可以抵消地球引力的89% 这让黑三角飞行起来 比地球所有的飞机都来得轻巧 关于TR-3B的信息主要来自于网上流传的视频 进而对这个项目的猜测 美国官方没有明确证实过这个项目的存在 而中国的H-20及歼20战略轰炸机 据维基百科 是中共空军于2016年立下 目前正在颜值中的下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 其将担当核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国军事战略项目之一 有人担忧H-20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威胁 因为自2016年中国宣布研制远程轰炸机以来 西安轰-20隐形轰炸机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一名中国军方官员今年3月表示 该轰炸机将很快亮相 并指出该轰炸机的开发已不存在任何重大挑战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情报官员 对媒体表示 美国并不担心中国未来的轰炸机 因为中国新型隐形轰炸机远不如美国 这位官员表示 即使中国公开展示轰炸机是为了炫耀军事实力 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中国需要的能力 或者中国需要的该军机数量 不过有辽宁网友称早在8月29号 就在复兴看到了这种三角形的飞行器了 那时是凌晨3点正在钓鱼 那些说无人机和风筝的 你们说的都对 那么这个到底是UFO还是无人机 或者是TR3B还是H20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有资深人士将最近拍到的江西湖北疑似UFO的所有片段做了讲解 必说这个世界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是我在江西福州的一个国道上面拍到的 这个UFO的体积非常大 前后200公里 我都看到过它几次飞行的速度非常快 现在是它停着的时候 我最后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是从我的正前方突然消失 飞到我的左前方大概200米的位置 我看得非常清楚 大概有货车那么大 是个竖条形的黄色的通体发射金黄色的光 它的下面喷射一种像粒子一样的星星点点的东西 这位博主描述说自己面前这个东西移动速度非常的快 突然飞到面前 他说这个东西很多人不相信 但在镜头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肉眼看到它是会放大缩小的 还会突然消失 绝对不是无人机 所有无人机等航空器材都必须安装红绿灯 我把原视频放慢了0.4倍 大家看一下 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三角形的像雾状的东西 这还是无人机吗 那些整天说无人机塑料袋气球的 我都不想跟你们解释了 好吧 你们自己看 然后它停留了几个小时 我用激光灯照射 它会反光 这个东西的自控时间已经超过无人机的极限了 博主说视频的左下方是两个飞机 很清楚飞机上面那个小白点是它拍到的 大家记住飞机的速度 每天说飞机 无人机 气球 塑料袋 飞停 好好看看 能飞这么高吗 比飞机高这么多 这么远 这么亮 而且会放大缩小 还会消失 好好看看 说云层遮挡的也不现实 有两只鸟飞过去了 大家注意看 这是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我放慢给大家看 两只鸟 博主说把飞机的速度跟这个对比一下 所以不要认为你没有见过的东西全部都是假的 只是你没见过 博主随后在视频中展示了他拍到的另一个不明飞行物 这是个圆环状的 会没有方向的四处移动 像光环一样的东西 看到没有 还有很多人说这是月亮 好好看看 这是月亮吗 这个就是我昨天拍到的月亮 在左边被房子挡住了 还有人说这是焦距的问题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个 我用同样的倍数拍星星的视频 这是星星 也是七倍 那些说无人机的 你们好好看看 这是无人机吗 博主说 不要用你的认知去定义你没见过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见过的东西太多了 是的 这世上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 现在这些未知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的接近我们 网络时代试图掩盖真相已经变得很难 9月21日有人在甘肃天水福西庙的东北附近 天空拍到一个八角形旋转的飞行器 你看看到没有 飞得很高旋转的 手机不行啊 拍不到八角的 只有个大概形状 飞到云里了 这个不可能是无人机 也不可能是风针 真是不明飞行物啊 飞得很远了 看到没有 在那里 在那个位置 很远了 它是这个八角的 飞到云里边了 又出来了 这样子看的话就蛮大的 蛮远的 八角旋转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 有个望远镜就好了 或者有个这种高倍的就好了 这手机不行 拍不出来 有四川网友说 去年拍的和你 这个款式差不多 金属扁平的 开始还以为塑料袋 镜头拉近的 居然和一个网络视频 空间站拍的一模一样 像个一桩飞行器 9月20日 河北宝地和辽宁 沈阳的网友都拍到天空中闪光的东西 在河北宝地的天空中 一个蓝色的圆形体在不停的向外发射出白色的光芒 辽宁 沈阳网友的视频显示 天空中的发光体似乎排成一个图案 不停的变换着颜色 红色蓝色绿色 同时也在不停的变着光点 方块 长条 短条 等各种形状 还有网友在天空中看到一个白色的飞行器 没有翅膀 也没有尾翼 放很大了也看不到 然后它的亮点也有点奇怪 看正常飞机应该是这样的 离很远看 尾翼也能看到 但这个是一点也看不到尾翼 9月6日20时25分 有人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拍到天空中设下绿色的光束 光束中还有小光点 然后消失不见 看这是什么光线 这不是月亮 是UFO吗 哎 光束 绿色的光束 看 渐渐的 慢慢变淡了 就剩一道绿光了 之前的物体都看不到了 物体的轮廓都看不到了 你往那个楼后边走一走吗 这个楼的后面吗 我去看看 探索一下 啊 光是哪来的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光 你看 这个光是一束一束的 对光束越来越细了 哎 没了没了 不过最令网友感兴趣的还是最近北京的天空 9月21日凌晨一点 有网友拍到北京上空 有一条闪亮的类似星链一样的东西 拍摄者称这肯定不是飞机 也不是无人机 因为从发现到消失几乎一个多小时 一直在那一片区域 网友表示 如果真的是在北京上空 那我真的相信是外星人了 因为普通的无人机气球 什么灯光出现在北京上空是不可能的 有北京网友留言说 20日晚上10点多 看到一束绿光从上往下掉落 速度非常快的就消失在夜空中 都来不及拍照 也有北京民众称 拍到了移动的星星 足足有24颗 在北京东二环潘家园附近 9月21日凌晨2点多到3点之间 发现了好多会动的光点 就像我之前在网上看到 大家爆料的视频里的一样 今天竟然亲眼看到了 感觉太神奇了 后续这些光点又向四处飞散开 确实有点吓人 拍摄者表示 当晚还看到了好多活动的星星 大概数了一下有24颗 在不规则移动 天上的云层感觉也是假的 像人造的 因为在同一个位置 只有大片的云层在快速移动 周围小面积的云层基本不动 就好像这些大片云层在掩护移动的星星一样 最近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个9月 各种飞行物出现在中国的天空 给人们带来众多的话题 惊喜恐慌探索阴谋论 其中最为流行的就是阴谋论 天津机场的无名飞行物事件 基本上有四个说法 第一个是官方通报的野生无人机 说是民间人士制造了这样 不受控制的无人机 以现在的监控水平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这个野生无人机的操控者 连续两天在机场停歇 无人机不太可能这么难追踪 但结果到现在还没有通报 第二个说法是所谓的UFO 我个人倾向于相信UFO和外星人的存在 但天津这次不一定是所谓的UFO或外星人的事件 第三个是疫谋论 认为是美国故意在911这天使用无人机示威 尤其正在举行香山论坛 几十国的外长来到中国参加国际性的国防会议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机场进行高科技示范 基本上可以视为侵略 甚至可能引发战争 稍微懂一些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 动不动就说一切责任都在美方是不合理的 第四个说法是认为有组织的 受控制的技术更先进的无人机 连人都抓不到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这个 天津的UFO事件虽然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但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自己的认知水平提高对事物的判断力 那些抱着简单二元思维的人 比如一切责任都在美方 通常是认知最低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惠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